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以为宗教改革只靠马丁路德一个人吗 除了当时的时势之外 还有很多人的参与支持 才能够得以成功 咦 是谁 你看看这个广场 除了马丁路德的雕像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知道 这个叫麦兰顿 没错 麦兰顿可以说是马丁路德的老友和柏陀 他给马丁路德很多的支持 而他就是住在威登堡 他的故居现在仍然存在 所以这次我们值这个机会 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麦兰顿了 麦兰顿楼是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建筑 位置就在威登堡大学的旁边 1518年 麦兰顿开始在大学教书 就一直住在这里 直到离世 他的故居陈切简单 就如他的一生一样 实而不华 对后世贡献很大 他不是牧师 也不是神学博士 但是就受聘为威登堡大学的神学客座教授 在宗教改革史上 麦兰顿被认为是路德重要的童工 尤其是他所赞写的奥斯堡信条 后来普遍被认为是新教的大宪章 虽然马丁路德是一位很有憧憬的神学家 但是就需要麦兰顿 帮他赞写各种神学的定义 路德曾经说 我虽然是一位新奴的开拓者 懷着披荆斩击的精神 然而麦兰顿是一位栽培者 他凭着神所赋予他的丰富恩赐 悄悄地建造 种植 杀种 和瑶水等等 可见麦兰顿对马丁路德的影响 这树是麦兰顿的故居 而这间房就是麦兰顿去世的地方 麦兰顿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大贡献 就是在教义的著作方面 他在1521年用拉丁文 写了第一本新教教义的著作 在他在生的时候 就已经重版了80次 可以说对新教的目者等等的教义立场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马丁路德的称赞这本书是 永垂不留的著作 好 感谢观看